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 很多华人来到乌干达 水路来到这里 都为了两餐 工作 生意 赚一些钱 但是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并不容易 在这里 你十个里面起码都有六七个 都是被人偷过 被人抢过 我们在这边不懂英文 比如说要去医院 有一个生病 或者是去银行 就比较困难 我们前一年的话 几乎就在维持着生活 虽然遇到困难 但是一直有人关心他们 我叫这个女儿 差一点就保不住 然后是五师母跟无伤道他们 叫我们祷告 有很多短学队来 就是来我店里做祷告呀 分享他们的事情 经历这样子 乌干达共和国 位于非洲东部 横川赤道 由于整个国家坐落在高原之上 又有众多湖泊河流 以致稀厚疑人 风景受厉 近年来 乌干达的经济发展相当快速 加上社会稳定 民风纯朴 治安比邻近的东非国家相对安全 所以吸引了很多华人来到这个国家发展 其实乌干达大约有两万到四万的华人 他们的分别是有些是在公司里面做员工 或者有很多大型的企业 是做基建的收桥保佬的 都占了大部分 而我在首都里面去接触那些 是自己来做生意 或者是一些企业的后勤的总部里面的员工 那里面都有不少是有大学的水平 在这做一些帮手做一些管理 而有些做小生意的那些 就是一些小商品的批发贸易 偶尔都有些人是去开厂的 但是小商品那个的贸易生意随着近年 乌干达当地人都懂得去国内入货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经营环境和空间都是收窄了 刘泽荣牧师从香港来到乌干达已经两年多 因为他经常去探访一些华人家庭 所以对这里的华人生活有一定的了解 今天和他一起去探访的是丁臣 他定居于加拿大的卡加利 这次是他第一次踏足非洲 希望藉着探访当地华人的机会 可以分享基督信仰 虽然只是短暂的接触 但已经令他有很深刻的感受 这边的华人也是异国他乡 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离开家人 那在这个地方就是短暂为了他的工作 生意啊这边赚一些钱 但是他们还是 心里还是一个没有很很一个很着实的 着落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有跟一些华人有交流 因为他需要 所以我们跟他一交流呢 他就比较会释放 和丁臣一起来的还有Cindy 他已经是第二次来乌干达 参与全福音的工作 为什么Cindy会再踏足东非这个国家呢 这个工厂你不想去一次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你根本都不可以和他们建立关系 还说什么福音呢 当然一个关系 好像见到阿东的太太的时候 他认得我了 或者我认得他 你女儿又大了 我们会有很多话题 对吧 所以在美国福音之前 我们在那些话题 谈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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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他两夫妻 2012年来到乌干达开理发店 希望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 原则是有一个朋友 然后在这边是从事做贸易的 然后说这边投资还不错 然后我就就是因为这样我就过来了 就是乌干达这边有个朋友 他说这边没有人开理发店的这样说 但是他说中国人不多 我们就想着说没有人开理发店 我们过来的话那肯定是很不错的声音 就是说有时候想象都是美好的 其实过来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子 刚开始没有人知道我们开理发店 所以说我就跟我老公去画名片 去那个威廉姆街就是批发商城那边画名片 一家一家的画过去 人家还以为我干嘛呢 因为之前这边没有 那你一个女的拿着名片 人家说你开理发店或者怎么样 有的人就感觉是不是不正经的呀 或者是说怎么样 所以说那时候也感觉有一点蛮不舒服的那种 就是说为了做一点生意 还要这样子的去跑这样子去了 来的时候都是抱着很大的理想来的 结果就是肯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毕竟跟中国还是不一样嘛在这边 因为交通这里很不方便 因为大家平常也买着上班 然后只有周末有时间出来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生意就是基本上都是做周末的生意 我们前一年的话 他几乎就在维持着生活 因为这边乌干达这边的中国人 他也算是说比较省 有的人就觉得说 哎呀反正就随便推一下 自己在家捡一下就好了 所以说刚开始的生意也不是很好 开店初期生意冷淡 但是有一班基督徒经常来探访亚东和可欣 令他们在异乡得到一份温暖 因为刚开始来这边的话 认识的华人也不多嘛 然后有认识的华人 就感觉比较亲切 这样子特别是教会的人 是吧他们都很热心 最主要的是 因为我们在这边不懂英文 你也知道中国大陆很多都是像我们出来的 都是很少会懂英文的 你比如说要去医院啊 有一个生病啊 或者是帮点去银行啊 要帮点什么事的话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这边这些去这些地方 都要是专业术语嘛 这跟普通的那些交流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陈师母啊还有五师母 他们就是帮了我们很多 但是那时候师母他们呢 就也经常来跟我说起主耶稣啊怎么样怎么样 但也来我家做 有时候也来我家做祷告会啊这样子 刚开始其实也有很多短宣队来 就是来我店里做祷告啊 或者说来我店里做什么活动 我也是很欢迎的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可以让你们来我店里做 但是我就是心没有说去推向去相望主 开店两年之后 亚东的理发店慢慢有了知名度 生意开始稳定 可恩也发现有了新人 就在他们期待这个小生命到来的时候 怀孕三个月的可恩突然大量出血 刚好那天晚上 师母他们就住在这边楼上的一个套房里面 也像我这样子的 然后祷告会晚了 我在店里 差不多晚上九点六 一下子大量出血 吓死了 然后去医院 去医院呢医生就帮我们做了比操 就说可能是胎盘破裂 胎盘破裂到百分之五十的话 孩子就保不住了这样子 哇那时候我跟我老公真的是 就是说心里特难受特难受 就是说你假如说要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承受的 我宁愿承受能保住这个孩子 好了最后呢就是武川到吴师母 牛师母 牛牧师他们就过来安慰我们 然后呢就在医院里面 然后呢就为我们祷告 经过一夜的祷告 第二天再去做比操 真的出现奇迹 居然说不是胎盘破裂 而是胎盘旁边裂了一小缝那样子 就是一点点 就是叫我好好地待着 然后呢就是不要说再有新的水流出来的话 孩子就可以保住了 那时候我家这个女儿差一点就保不住了 然后是吴师母跟吴长到他们 所以叫我们祷告 其他你不要靠就是靠祖 就是这样 最后出院了以后呢 然后医生跟我说要在家 祖祖在床上谈两个月 那时候但是还是说不能保证说 你能保住孩子 最后那时候刚好短宣队来 然后呢师母他们就来我家里 然后每天为我祷告啊 然后我自己也祷告啊 这样子 然后终于把孩子倒下来了 所以说从那以后呢 我就感觉相信有神的存在 所以说就慢慢地去接近神 比如说宝宝有什么不舒服呀 或者是说我遇到了什么 比如说有的时候心里遇到什么事 我就会向神祷告 其实华人在乌干达 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说起来 刘泽榮牧师就有好心的体会 华人最初来到这里就会面对 语言的障碍 文化适应 以及一些疾病的威胁 事实上药质在非洲里面很普遍 尽管我们华人都很小心 我两年里面这里都 有好几位华人是因为药质而去世的 所以这种心理威胁在环里面都是有的 另外就是那个治安 几乎在你十个里面 起码都有六七个 都是被人偷过被人抢过 那这种治安也都形成有时 他们夜晚不是很敢出街 甚至有些公司 它是落了命令 是夜晚员工不准出去的 那我们也试试有个弟兄 他是管工来的 我不让那些员工出 所以我自己没有理由 晚上来参加祈祷会 那变成我们觉得 这个也很明白 有时我们夜晚去搞聚会 其实也是面对一些难处 搞培训就更难一些 所以我们教会的培训工作 很多时候都集中在星期日 除了疾病和治安差 还有些困难是在心理层面的 比如身处异乡的孤独 和对未来方向的不肯定 看到有很多是有家庭 放下了国内的老婆子女 来这里如果时间一长 他们很多都面对婚姻里面的问题 有些可能是国内的妻子 发生一些婚姻意外的问题 或者有些都受到很多的诱惑 小则可能是两夫妻的婚姻面对冲击 大的可能是连家庭都散了 其次我们也接触了一些年轻人 他们是带着理想 带着期望来这里去发展 但当他们去到两三年之后 他们就想要不要继续 就会产生一个去留的问题 有一篇文章 它的题目就令到我们很明白它的注景 它叫做留不住的非洲 回不了的中国 他们要面对继续留下 他们觉得未必是它最长远的 但现在要回去 又觉得很不容易 重新去适应国内 找回工作 或者它那个崗位 它那个背景 技能已经有其他人取缔了它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认识 这里的华人或者弟兄姊妹 是有这方面的挣扎 他们又有学问 又年轻人 它变成了 如果他们的梦 不在这里能够完成的话 他们就觉得做真是可惜了 回国抑或留下 是很多乌干达华人 都会面对的问题 不过 亚东和可欣暂时 不会考虑回中国 因为他们目前最担心的 是生意的好坏 去年过年回国 然后回来的时候 因为梨花店 人家看着我 觉得我生意好 又多开了几家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很焦悴 因为我们家房子干买 然后又要交房贷 然后复兰街又多开了几家梨花店 所以心里就更加难受了 这样子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师母他们就说 他说可欣你试着跟上帝说 跟神说 然后去祷告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试着去祷告 刚开始有开一个巴蜀餐厅那边 有个他一下子开起来 就把价格降下去 你知道吗 我以前捡一个头 一个是五万 然后他一下子降到三万五 中国人都会说贪便宜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开了好像都没什么生意 最后他那个哥哥就把餐厅转掉了 然后他梨花店也没开了 可是一波完了一波又来 他关掉了 阿里兰那边酒店那边又开起来了 最后温州酒家那边又开了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感觉多多少少都会受很多影响 所以我怎么办呢 靠我们自己的话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说我只能跟我老公说 我说我们只能祷告 祷告完以后呢 求主给我放松的心情 让我有平静地去面对这一切 感觉以后呢 就感觉整个人就放松了好多 就没有说像之前那样 这怎么办呀 这开了这么多家 这生意要怎么做呀 祷告了以后就觉得说 没关系 我信靠主 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说我把所有的一切 都交通在主的手上 我自己就不用那么担心 今天有一个亲子乐的聚会 一班年轻的妈妈带着子女来到 唱唱唱诗歌 分享一下做妈妈的心得 因为在乌干达 生小孩的也很多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没有说什么亲子乐 就是偶尔有时候聚一聚 到最后嘛 因为我店接触的中国人比较多 然后我这个人我也爱热闹 就是说也喜欢小孩子 然后最后呢 师母他们就说 那我们成立一个亲子 就是有妈妈带着孩子 这样一起聚一聚 讨论怎么带孩子 因为那时候孩子小 讨论怎么带孩子 然后呢 就是唱唱诗歌 这些 可欣是其中一个参与的妈妈 她也经常邀请朋友 一起来参与 我那些朋友 不是说每个人都信主的 他们有的就是 也是信火的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听我的 然后呢 跟我一起去亲子乐 我觉得这真的是 神在后面推动我 让我有那个信心叫他们 就像我那个朋友 刚开始他还不去 最后呢我就说 我小孩那边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就去了 所以说你要是说 真的靠我们自己的话 他毕竟是没有信主的 有的人是比较 机会这些 哎呀我是信火的 我不会去跟着你去 祷告啊 或者是说 听什么耶稣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 所以我四个孩子 我四个孩子 都在教会里面 慢慢地成长 Cindy正在向年轻的妈妈 他说述自己怎么样 带领四个子女 一起回教会 怎样帮助他们 认识基督信仰 当然他没有我这样的年纪 不会经历了那么多 对不对 他也没有四十元仔 但我真的经历过的时候 我跟他说 他们这个借镜 对不对 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不同 不过在借镜里面 或者在人类的经验里面 看能不能抽到一些 可以自己用一着 好吧 那好吧 那就是我们 剩一点点的一个月 能够剩一点你的钱 Dinson 亦分享自己家庭的故事 说起曾经经历过的困难 他真情流露 而旁边厅的妈妈 都跟着一起流泪 我们来的目的 不是来看一看玩一玩 来这边还是能够更多的 跟他们有 在心灵上有很好的沟通 所以我就愿意分享 让他们能够来看见这个祖师 是活的 是可以 我们随时的帮助 每年都会有不少基督徒 好像Sandy和Dinson一样 从不同的国家来到乌干达 去探访当地的华人 关心他们的需要 我们感谢神 我来两年 其实都有很多短孙队来到当中 有爱来的短孙队 亦是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 向华人去做一个宣传 因为他们都会带着一些好奇 有些外国人 为什么华人会来到这里 去做一些他们觉得很傻的事情 我们去到探访 街头报道 我们都会见到 他们都是乐意去聆听短孙队 他们很多生命的见证 所以我们觉得短孙队来到 对这里的还分事工 是有实质的帮助 其实以前我还没真正接触神的时候 那短孙队我记得有一个是从 是从加拿大还是美国过来的 那个大姐 她真的她来我家 就是跟我讲她的故事 讲了两天 就是两个晚上 其实我那时候听了 我是觉得心里很感动 但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说会有一种去怀疑的感觉 知道吧 但是现在自己经历过了以后 跟他们沟通 都会说想到一块去这样子 比如说她说起她的分享 然后我马上就会想 就会说出我的分享 就像说就是依靠这个神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逢星期三 阿东家都会有聚会 一起唱歌 一起祈祷 每次在我家做完祷告会以后 心里就感觉特别开心 没有说像以前那样子 好像是有点任务 好像你们来我家 我是欢迎的 但是就是没有那种 全心全意地去向往 但是现在我每到星期三 我就感觉很感谢 师母他们又来我家做祷告会了 就是这样的感觉 短短几年的时间 阿东和可欣在二国他乡 曾经历过生意惨淡 也都担心过保不住孩子 但是在每一次的困难当中 他们都得到满满的关心和帮助 而最感恩的是他们能够认识 主耶稣基督 特别想对神感恩就是因为甜甜 真的 还有就是说可以让我信靠他 一家人的和谐 还有店里的生意各方面 都是门神的恩典 给了我这么多 所以我很庆幸他 认识了这么多的兄弟姐妹 还有我们的这位神 在坎柏拉的探访 虽然只有短短几日的时间 但是丁神和Cindy的生命 已经影响了一群生活在異乡的华人 同时华人信徒对于全福音的热切 也都鼓励他们 我也看到宣教士 他们的生活 其实给我是很大的触动 这两天呢 在我们一起坐车在旅途 我看他们都很辛苦 比我年龄大 都是非常的辛苦 好像也是一个 Wake up call 信主了十年了 其实是需要一直一直的更新 我们的心意需要更新 那有的时候时间就容易冷淡了 其实这个对我呢 就是要挑起我一个活热的心 更加热切 是将盛客来的生命 多一点短孙 多一点去帮助 一些未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其实这是我们的心志 以生命影响生命 以耶稣基督的爱来到传递爱 让福音不断被传扬出去 如果你想更多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欢迎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 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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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情创吗 我们应该有经过一件事 我们在旁边一件事情 祝你心板去唱 assurance 我们还且献与那个救治 耶稣基督 是因为你很病 如祥毽闷着 heavy cover 生存在一天到一海上灭火 《滴滴恩羽》 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羽之声》 以世界各地华人经历耶稣基督 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